上班壓力這麼大 週末除了到戶外走走 偷偷其外 还能有什么解闷行程呢 喵 不如就像只猫咪一样 又懒得靠在沙发上 发呆 伸懒腰 打嘴儿 看着猫儿们温柔撒娇 无拘无束地度过一个疗愈周末吧 猫一家 坐落在永和绿意绵密的博爱艺术街 街景优美 气氛轻松 木造式的外观 增添了不少悠闲的惬意感 八只垫猫轮流坐台 亲戚人的个性 让来到这边的客人 都可以和他们玩在一块 营造出动物与人相处的亲密环境 在这里猫与人互相关怀 当你不开心乌云笼罩的时候 来一趟猫一家 拖小闲子 西地而坐 人与猫的隔阂就此解开 营马也在不知不觉间 言小雨散啰 使这里成为许多都市人 解忧放松的好地方 也是艺术家们的灵感全员 温暖又有人情味的设计 抚慰了人们疏离又辛苦的心 竟然是猫咪主题茶馆 餐点可是相当的亲至美味哦 好喝的咖啡与水果茶之外 还有特别调配的花炒茶 以及香醇的可可和奶茶 轻食方面则有手工披萨 手工巧克力 松饼 布朗尼 饼干等甜点 都是店内的人气招牌哦 来到猫一家 还可以听听店长小可 说说他的猫故事 店内的猫咪成员们 虽然都有着心酸的过往 但在小可细心照料后 渐渐都敞开了胸怀 成为抚慰人心的猫医生 小可也极力提倡TNR的重要性 也就是诱补、绝育、释放 用人道的管理方式 来控制野猫的繁殖数量 猫一家除了八位全职的店猫外 偶尔也会收留中途之家的兼职帕战猫 协助他们在猫一家 能找到心灵香气的新主人 猫一家不定期还会举办送养会 且固定在每个月的之后一个星期日 举办猫剧 大家在这个猫咪乐园以猫会友 让人与猫一起结交更多的好朋友 因为自己很喜欢猫啊 然后家里又没有养猫 然后就觉得来这边很舒服可以跟猫玩 而且就是气氛很好这样 客人来到猫一家 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自在的环境让人放松了不少 就像店名一样 猫一家、人猫一家 缩短了人和动物的距离 也让猫咪用行动疗愈了我们疲惫的心 这样被猫围绕的拥挽时光 真的好幸福啊